尋找時間為15分鐘 主席各位先進 馬上請行政院張院長 張院長 劉遠好 來 院長好 辛苦了 又見面了 是 院長 兩個禮拜前 我曾經跟你討論過轉型正義 那我今天還是想談轉型正義 但是不同主題 那轉型正義我們上次討論過 其實轉型正義有它一定的定義 來 下一頁 有它一定的定義 然後最重要的 下一頁 最重要我們希望做到這三件事情 包括真相調查 包括賠償補償 包括改變國家制度 沒有錯吧 好 那下一頁 今天我要請教院長是這個問題 第一個 我們威權時代還有很多的政治檔案 那這個是轉型正義要查真相 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第二個是還有很多的威權機關 我們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們今天就討論這兩件事情 我想先請教院長 院長以你的認知 我們在威權時代或是白色恐怖時期 有很多的政治案件 你認為這個政治案件大概有 數目有多少 對不起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個部長要不要上來幫忙一下 來 我們看下一頁 根據司法院的統計 白色恐怖案件大概有六萬到七萬 那法務部的統計是兩萬九千多 就是將近三萬 那請問院長 法務部跟司法院的統計 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為什麼 司法院說有六七萬案 法務部說三萬 那到底哪一個對 報告委員 可能統計的方法不一樣 因為依照過去 統計的方法不一樣 因為法院可能照他的 比如說一個省級 他就算一案 也許到了三省級 也許算三案 那 部長你知不知道這個 多久之前統計的 不知道 這個統計大概四年了 那請問你們這四年做了哪些努力 你們有沒有跟司法院對一下說 到底應該是多少案 應該是沒有對 因為很多統計數字 沒有跟司法院討論過這個問題 據我所知 來我們下一頁 我請教院長 部長可以幫忙嗎 我先請教院長 院長有沒有聽過一個名詞叫做安康接待室 沒有 那部長安康接待室是做什麼用的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這是屬於哪一個單位的 是調查局的嗎 法務部調查局的 在哪一年設立的 因為不知道就不知道 那你做部長呢 你會在台下的事情都不知道 1973年設立 我請教部長 他廢止了沒有 他廢止了沒有 安康接待室廢止了沒有 你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存在 對當然不知道 在調查局底下 你的主管底下 他到底廢止了沒有 你不知道 1987年就廢止了 安康接待室原來的目的是幹什麼 就是剛剛我講的 他白色恐怖的資料 通通放在安康接待室 然後發現不只有資料 還有什麼 還有過去所謂法醫解剖 人的器官擺在那裡 這是2009年新聞報導 爆出來以後 造成全國嘩然 監察院還為了這個事情 做了一個調查報告 你當法務部長你全然不知 那時候我還沒有接這個位置 對啦 你現在也接很久了 你現在也接很久了 那這個安康接待室 現在你怎麼處理 你知道嗎 你們怎麼處理 你知道嗎 這個你總該知道了吧 安康接待室 你們到現在還荒廢在那裡 變成一個沒有人的倉庫 裡面的東西都沒有整理 來 下一頁 來 院長 我想請教你的 威權時期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政治檔案 這些政治檔案到後來都有各自的歸屬 有的到調查局去了 有的到各個機關去了 有的到海巡署 有的到後備司令部 他分類 然後通通到不同的機關去了 其中調查局負責的是 國防部過去國防部保密局的檔案 還有包括情報資料名人錄 政治經營檔案 還有大家最熟悉的所謂的AB檔案 我現在請教院長 這些檔案現在在哪裡 那您上面這個表應該還在調查局 還在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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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呢 還在哪裡 有可能還在調查局 有可能調查局 好下一頁 其實檔案法規定的非常清楚 檔案法規定的非常清楚 這些通緝通通要交出來 即使過去分派給你們 放在你們那邊 借用你們那邊 通通沒關係 但是這些 依照檔案法的規定 通通要交給國家的檔案機關 現在叫做檔案局 請問部長 請問院長 交了沒有 交了沒有 我們會回去清點 如果還沒有交 應該交 我們都會交 還沒有交應該交 來我們看下一頁 檔案局的資料 我最近去查 檔案局告訴我說 他們有的資料90%來自國防部 我問了一句說 調查局的有沒有送來 你知道檔案局怎麼回答嗎 他說不好意思講 那部長請你告訴我 這樣事有沒有送來 這是立法明定調查局要處理的事情 那你們為什麼不做 剛剛委員說 檔案局怎麼回答 我沒聽到 檔案局說 意思就是說 90%是國防部送來的 那我說調查局 他說不好意思講 你認為你們送了沒有嗎 也許送的很少 還是怎麼樣 這個不僅是查過 立法院還做過決議 在2009年3月23號 第七屆 我也還沒進來 做了一個決議 調查局應該主動清查 擅自各地的政治檔案 提出完整的報告 請問調查局提了報告沒有 我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 因為我也那個時候 立法院做的決議 2000年09年做的決議 到現在沒有報告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到 離我就任這個位置很久以前 好沒關係 那院長 院長 我在這裡拜託你一件事情 你們也只剩兩個月的任期 這裡面本來立法院做的決議也好 檔案法的規定也好 在這兩個月內 請調查局清查 然後移交給新政府 這樣可不可以做到 移交到檔案管理局啊 交到檔案管理局吧 該交的都要交出 該交的通通要交出來吧 沒有錯吧 至少在你們卸任之前 該交的通通交出來 合理吧 院長可不可以做這樣的程序 馬上啟動清查盤點 然後依照程序該交的 應該趕快交 謝謝院長 所以我今天只要這個 我對你們即將卸任的這個內閣 我沒有什麼期待 但是你們該做的還是要做 所以請今天回去 法務部羅部長 你就馬上下立調查局 你們從2009年3月23號 欠到現在的這份報告 還有需要還擺在你們調查局 各處的所謂這個政治檔案 趕快依法通通交出來 可不可以辦到 是 我們會盡快去處理 好 謝謝 然後我們要看第二個部分 來 下一位 剛剛我們提的是政治檔案的部分 再來我們是要談政治威權時代 留下來的黑機關 這個黑機關 有的其實都已經拿掉了 比如說警備總部 這個都不見了 但是現在還有機關 是你們法務部底下該做的 但是你們做的方式 讓人家覺得更黑 讓人家覺得更擔心 甚至外界給你們這些機關 東廠西廠的稱呼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下一頁 來 院長 根據國家情報工作法 它其實規定的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什麼人做什麼樣的情報 這些東西 來 我請問 國家情報法裡面是應該做 做國安增防還是做政治增防 院長 國安 國安增防 跟政治增防無關 跟政治增防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不是說 欸 你這個是立委 所以我要做你的所有的資料 AP檔案 應該不是吧 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機關在怎麼處理 下一頁 所以這是過去的威權時代的機關 包括警備總部 這個已經拿掉了 然後過去的保密局保安處 其實都已經改變了 然後現在我們要追究的 今天我要問的問題 只有在法務部底下的兩個單位 法務部底下的兩個單位 是不是已經從威權體制轉變了 還是繼續在做威權體制 讓人害怕的東廠西廠的行徑 來 我們來看看 下一頁 這兩個機關 這兩個單位 叫做特徵組跟調查局 我來先談談調查局 來 下一頁 我請教羅部長 你剛剛不知道 所謂的安康接待室 那請問你知不知道安和招待所 好像有聽過 有聽過 安和招待所 我請教部長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單位 好像也是一個辦案的時候 邀約尋人的地方 他也是調查底下的一個單位 我現在要問的三個問題 請部長答覆我 第一個問題是 安和招待所在哪一年設置 第二個問題是 他設置的目的幹什麼 他是一個辦公室呢 還是一個調查站呢 還是一個工作地點 第三個問題 他依據什麼樣的法規 可以成立安和辦公室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什麼時候設立我不記得 第二個 他的設立的應該是 做為一個工作地點 工作地點還是 征訊地點 講清楚 征訊工作的地點 又征訊又工作 我的印象 可以征訊也可以工作 不過其實調查員他是司法警察 他不是檢察官 不是辦案主體 所以也不太能說 他是征訊 他如果要征訊 他還要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來 所以我請教嘛 那安和 所謂的安和招待所 到底是一個 征訊機關 還是一個征訊辦公室 還是什麼樣的單位 應該說是一個調查的地點 調查的地點 確定 確定 不是很確定 因為我沒有再去 所以照你的講法 安和接待室 應該跟北極族南極族類似 都是一個調查的地點 是這樣吧 來我們往下看 回到上映南 那事實上你們安和接待室做過什麼 你們2004年你們約談過彭子文 你們約談過2006年約談過龔正 龔兆勝 剛過世 你們約談過杜正勝 你們約談過曹星成 約談過很多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跟考試委員 那現在你們最近提出來一個計畫 叫做資本計劃基金 你們資本計劃基金要改善法 法務部所屬的相關的辦公環境 裡面你們也有提到安和招待所 有沒有這回事 我這個細節我不記得要回去看 季節不記得 但是安和招待所的目的設是什麼 依據是什麼 你憑什麼可以設這個安和招待所 他如果只是一個工作地點的話 其實不太需要什麼的依據 所以我要問的是 安和招待所到底是一個徵訊的單位 徵訊的辦公室 還是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招待所 他當然不是一個普通的招待所 不是一個普通的招待所 不是一個普通的招待所 那你知道他辦過什麼事嗎 做過什麼事嗎 剛剛委員提過很多了 來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安和招待所做過 他徵訊過關西人 他也局長也在那裡請客過 然後還有情資的簡報 訓練情報員還有證人的保護 通通在安和招待所 請問你安和招待所的任務 安和招待所的工作 到底是做什麼 各位一個地點本身來講 他其實可以多方使用 是他就像我們的辦公室 可以多元使用 如果有比如說一個訓練 他如果 來來來 部長 我們這個把它釐清楚 如果他是要徵訊關西人 他必須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他必須錄音錄影 而且要有檢察官在場 如果他是要局長招待 那我沒有話說 這是你們調查局去設一個辦公室 讓局長請客吃飯用 那如果他是國安情報簡報 那更離譜啦 國安簡報怎麼會在你們調查局 那第四個 你們還把情報員送到那裡去培訓 你們在那裡培訓 那他到底是什麼樣的單位 到底是什麼樣的單位 那你告訴我 安和招待所設置的依據是什麼 報告委員 一個場地 是你們的辦公廳設 還是他是一個什麼樣特殊的單位 可以做這麼多的工作 我想他不是一個機關 當然不是一個機關 他也不是一個單位 他也不是一個單位 那是什麼 他可能是有一個 場地被多元的使用 這個徵訊有一定的規定 這都非常清楚 在行事訴訟碼 那你我剛才也講過 2004年到2008年之間 你們調了很多人去 2013年還有 那你們就要符合 那這些人去安和招待所 有沒有符合行事訴訟法的規定 我想應該有 安是沒有 所以個案我是不會去 安是沒有 來再來 再下一頁 這個是第二個我們擔心的單位 叫做特徵組 這張照片我想 部長非常清楚吧 這張照片是所有特徵組檢察官排排站 然後說扁案辦不好就全體下台 我請問部長 除了扁案以外 特徵組有哪一個案站出來說 如果這個案辦不好 我們通通下台 有沒有 我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 他們有沒有站出來說 頂星案我沒有辦好 沒有 衛教員我沒有處理 我通通下台 這個部分還是跟 不僅可想 和立通要求 這麼 eBay 但是 他們處理的 並沒有依照 現在民主政府的程序 cancer 特別是特定主,這個火蟲,20012年,我就提出了被毒特定主 這個已經變成人民,怕的又死的,東廠的主 如果這個沒有改變,就沒有辦法建立真正的轉型整議 請院長注意,付出,謝謝你 謝謝李委員,謝謝張院長 現在請中委員加油